市民世界科技協會貨 大家好,我好久沒有來COSCUP了 通常我在演講的題目的時候都是給一個非常模糊,模茵兩可 然後我再自己決定要講什麼東西 不過,以前我都是講一些我自己隨便做的東西 那今天畢竟是公司贊助來的 所以打算是講一些公司的同事們隨便亂做的東西 但有一些是實際上有解決問題的 然後一部分同事就把它模組拆一拆 做成分鎖擦住 所以如果各位有點興趣的話也可以來看一看 OK,那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在CodeClub或是OSDC講的處理 都是偏中文輸入法 那我以前做過酷音輸入法的維護一陣子 就是核心在Mac上面的一個版本 那後來跟劉登一起做香草輸入法的一些模組 那譬如說那個時候除了做注音 還有各種簡單的模組之外 也試著把WebKit包到輸入法裡面 就是可以用WebKit做一個顯示輸入法的四方 那就基本上HTML做一個輸入法的介面 那後來近期的大致上都在玩一些動態語 比較動態語言,像JavaScript造詞 2006年的JavaScript 後來就是Ruby Pro比較多 那最近的研究主題是Information Retreat 像剛剛Yahoo Search做相關的Search Ranking 然後分析一些使用者點擊的行為 那跟授權相關的有一個就是AutoComplete 就是你打一個字的頭一點點 然後剩下來幫你自動補完這樣 那跟輸入法又非常非常類似 那這是我個人的一心的資料 那聽說要放一支嗎? 這個是我自己在的地方 OK,那如果... OK,截掉一點 那如果有人不太知道的話 Blocking.com是一個我們叫做線上旅遊仲介 或是訂房仲介這樣 那我相信我們上面的前約的旅館數目 是目前線上同類仲介的等級是最多的 高達71萬間 那光是那個維護合約就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那這個公司炒創的非常非常早 是1996年就已經創立 然後在創立了10年之後的2006年 被美國一家叫做Priceline的公司收購 那Priceline本身也是賣各種票 就是飛機票啊 然後租車子啊 或者是你要出去玩你要坐船的船票 這種... 那... 就是Blocking.com2005年的時候 網站看起來的樣子 就是看了之後會覺得 其實網站不用做得很漂亮 也是可以被別人買走的 那這是他現在看起來的樣子 那我們也有一個Block網站 雖然我們自己把自己定義程式比有業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Block上面全部都是寫科技文 科技藝術類文 都沒有人分享那個生活有業的細節文章 那我們...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有很多是琢磨在MySQL Perl 那也有一部分是在設計 或是UX這樣 OK 那... 我們的IT部門 或是基本上差不多所有部門 都秉持著Beta Driven 就是資料導向的一個決策的方式 就是大家的共識就是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的話 你的意見基本上不算數 那你要把... 你要拿一些數字出來去證明你的意見似乎有點意思 那... 那... 大家... 大家都是有一個玩笑話 就是說那個... 那個... 一開始到底是誰決定要做資料導向 那個就是那個人的意見這樣 那... 那... 在IT部門裡面做新的功能啊 或者是新的... 譬如說技術轉換呢 都是... 我們都是會透過... 我們叫做A-B Testing流程 A-B Testing就是你... 你寫好一個新版本之後 你上線的方法是你就線上50% 那整個站會有... 在台灣的時間點會有兩個版本 那... 再由去量測一些數字 來告訴你哪個版本比較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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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 或是... 像我們是訂房間嘛 那... 那是不是取消的數字變少了 或者是... 呃... 取消數字變多了 那... 最近也在嘗試一些做... 啊... M-A-B就是Multi Unbanded 就是... Testing就是... 呃... 不是一次測兩個版本 而是一次測... 譬如說十個版本 但是... 如果有一些版本是很早就發現... 呃... 表現不好的話就取消掉 呃... 就是有點... 這個比喻是說... 如果... 如果你是一個很高頻的賭徒 你不會一次只玩一台... 呃... 呃... 冰果機 你會一次玩十台 然後看看哪一台比較賺錢 就去... 繼續玩那一台 這樣... 那就是我們... 呃... 測試的一些... 呃... 基本方式 那... 整個IT部門基本上是用DevOps本工這樣 有... 整個部門大約有九百個人 啊... 大約有一半是... 一半40% 45%左右的是... 我們叫做Operation 就是... 負責營運的 那... 呃... 就是... DBA啊 Sys Admin啊 或者是... 啊... 負責... 呃... 自動化的... 那...那方面的 那剩下的另外一部分就是... 網站改版的 那... 雖然我們有那麼大的一個部門啊 但是我們... 集中的每個team都非常非常小 每個team大概都是五六個人 這樣... 那... 有...有...有...有些人的... 說法是說... 呃... 那這間公司就是好像... 很多很小很小的 start-up 的集合 team 就是... 每...每一個... 每一個team都好像都是... 自己是一個 start-up 這樣... OK... 那... 呃... 稍微描述一下... 我們的網站的... 呃... 用到的一些簡單科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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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什麼... 太... 自幹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大概都是... 呃... 如果... 如果你用... 就是用... 用現在現成的這樣... 但是... 那... 呃... F5是一個 low-balancer 就是... 那是一個商業的產品 但是剩下來的全部都是 open-source 的... 軟體這樣... 那... 呃... 我們... booking.com這個前端的網站... 呃... 主要的使用的語言是pearl 那...也... 那... 呃... 因為... 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配合的是... 呃... UWSGI Nginx加Black 這個... 呃... 這套... 解決方式 而... 呃... 因為... 這個網站從一九九六年就開始做了 那所以Templating System 是非常非常古早的一個叫做HTML Template 的東西 不是... 不是像現在什麼Angular Reactor 或者是... 或者是Mustach這種... 比較... 清楚定義的... 比較... 比較fancy 比較閃亮亮的東西 HTML Template就是非常... 呃... 呃... 基本上... 基本上跟顯perl code沒有差太多的... 迫至寫phq code沒有差... 太大差別的一個Template 那不過因為... 歷史悠久你也沒辦法去... 改掉太多東西 那... 但是... 是有... 各個同事們都有在試著... 試著嘗試Migrate到一些比較... 新的... 而且真的是比較有使用的... 像... CSS... 已經逐漸在被轉換成SaaS 呃... 那... 像... 呃... 手機版的網頁也逐漸開始使用Client Sign Template 嗯... 這樣... 那... 後端的部分就... 千奇百怪非常多... 但是最主要的是MySQL 那... MySQL... 我們的... 呃... 據... 據了解... 我們... 我們... 我們MySQL Cluster可能是... 全世界最大集的... 至... 至少有兩千... 兩千台MySQL Server... 非常非常的瘋狂... 光是... 光是... 光是replication就會把所有的平均吃滿 那... 呃... 那剩下的也是一些基本上... 蠻常見的... Open Source的... 的Storage啊... 或是Cache啊... 那... 那... 那Redis跟 React... 我們是... 多半是用在... 呃... 儲存Log 把... 或是把Log傳出去... 呃... 搜尋的話... 我們是... 有... 分幾種用法... 前端的搜尋我們是直接用... 我們自己用... 我們自己用Java寫了一個... 簡單的LogSync Server... 那... 呃... 呃... 跟... 內部使用的... 內部使用到的搜尋... 或者是資料分析... 相關的... 我們用的是Elastic Church Elastic Church也是一個... 也是一間荷蘭的公司... OK... 那... 在這之外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 阿里阿雜... 跟... 跟前端沒有直接關係的... 系統這樣... 那...就... 呃... 這邊稍微列出來一些... 那... 呃... 最近的... 最近的一個... 呃... 公司的趨勢是... 因為我們就是資料導向... 所以... 呃... 只要... 只要有Log就要存下來這樣... 就是... 如果你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做第一件事... 就是想辦法存... 想辦法存一些什麼Log... 在裡面你未來的時候可以分析... 那... 如果... 如果你做... 如果你做了一個Feature... 但是你沒有儲存相關的Log的話... 那就變成你沒辦法去檢討說... 這個Feature... 到底... 到底是好是壞... 沒有辦法根據紀錄去分析... 呃... 這個Feature... 本人到底是好失壞這樣... 所以... 儲存Log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因此我們... 呃... 呃... 有... 我們投資非常多在... 呃... 架設Hadoop Cluster這樣... 那... 也因為... 有了這麼多資料... 那就必須要用很多機器學習的方法... 那... 有... 有許多人就正在嘗試... 呃... 比較有效率的... 做... 去... 呃... 做Data Model啊... 或做Data Model啊... 讓那些資料科學家... 可以比較順利的做事... 各種... 啊... 途徑... 這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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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套... 我們有一套... 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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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叫做Graphite... 是做系統基建控... 但是Graphite本身其實就是... 呃... 去... 看... 那一個時間序列... 你可以為他任何資料... 他就會把這個時序圖畫給你... 有點像... 有點像是... 比如說你可以畫氣溫走勢圖... 或者是... 那個... 什麼... 任何什麼什麼的監測圖這樣... 他就會把... 那你可以對這個時間序列做... 做函式... 比如說... 呃... 取每秒平均啊... 或是取moving average啊... 這種... 這類的... 那我們也對... Graphite系統做了蠻多的... improvement... 這個稍微等一下會講到... 那... 有很多... 各個其他的... 比較小系統... 那... 各種... 各種緣起都有一點... 那基本上就是看寫的人... 高興用什麼就用什麼... 這樣... OK... 那... 接下來我想要... 稍微帶回一下我們... 公司裡面... 比較... 呃... 呃... 強調或是... 主打... 的... 開放... 開放緣碼專欄... 那... 以及... 比較... 我們最近比較推... 比較... 新的... 新試出來的東西... 呃... 以及...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個... Pro Shop... 就是... 非常非常多Pearl的... Developer... 呃... 都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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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其實有很多Pearl... Pearl... Pearl 5的... 呃... 核心動線... 就是有很多人是... 他們的工作... 他們在公司的工作... 就是去修改Pearl 5這個語言... 那... 比如說... 那通常的... 通常他們工作的方式就是... 呃... 看看... 公司人... 公司裡面的人寫過都寫得怎麼樣... 有... 有沒有什麼模式... 有沒有什麼Pattern... 然後看看能不能... 把Pearl 5這個語言... 的... 某些... 某些... 去... 讓他可以... 對... 我們公司的Code... 呃... 比如說Compile的快點... 或者是... 可以做Optimize...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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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出現的Case Optimize... 之類... 呃... 之前... 比較... 之前一個比... 比較... 有意思的例子是... Hash Randomization... 以及...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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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好像... 在... 之前是有... 有可能... 你... 呃... 會造成... 呃... 呃... 我們找到一組Key... 大概大約有2000個Key... 按照這個順序一直放... 一直塞進去的話... 它就會吃掉你64G的Memory... 那... 呃... 對... 那所以... 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寫一個Web Request... 然後你就直接把... UIL的Request塞到Hash裡面的話... 那... 只要這組Key出現在UIL上... 你的機器就爆了... 這樣... 所以... 那所以... 呃... 除了... 除此之外... 呃... 我們也是... 我是... 也是提供Pro5...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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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專案叫做Serial... 這個沒有拼錯子... 就是這樣拼... 那... 它是一個... 呃... Serialization Format...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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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看下一款... Serialization 就是你怎麼樣把記憶體的內容... 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再把字串轉為記憶體內容... 那... 呃...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就是... 像JSON 格式就是一種... Serialization Format... 或是Message Pack... 那... 我們本來是用... 呃... 呃... JSON 跟... Perl 裡面一個叫做Data Dumpers... 的... 的... 的格式混合在一起... 呃... 但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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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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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非常花錢的問題 你可以一直買硬碟 但是總是會有到某個上間 那 Serial 是在設計的時候是針對空間的利用率去做優化 它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非常好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會比Message Pack更小 那在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格式你儲存一個自串的時候 比如說通常log裡面會有很多很多重複的自串 比如說 date 或者是 time 之類的 那同一個自串在同一個檔案裡面出現的時候 只有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是儲存 比如說 date 四個 byte 那之後出現的全部都是存 reference 到之前的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很長重複的自串的話 後面省下來的結果就非常可觀 那也做了一些特殊的想法就是 這個格式應該要可以用 one pass 的方式去 parse 就是只要掃描一遍就可以解開來 或是就可以 encode 這邊就是讓解 encoder 或是 decode 的時候可以非常快 就是當初比較的時候一些的一些數據 最左邊可以看到 左邊可以看到JSON 就是這個的測試的資料是很多小的 hash 就是一個小小的 hash 比如說 key value 都一樣 大概十幾二十個 key 但是 key 都是一樣 然後 value 不太一樣 那在一般的狀況下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那這個狀況其實也是我們 log 就是記錄檔子裡面最常見的模樣 它輸出的檔案的大小 是遠勝於這一種 在很多情況下 其實就比 省下儲存重複自串的這部分 其實就已經非常多了 這樣 OK 那下一個軟體想要介紹的 這叫做 get deploy 這就是一個部署工具這樣 那我們 在我們公司做一個做事 一個 一個 怎麼講呢 如果你是我們新的員工的話 你到我們公司學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deploy 就是你一行扣都沒有動 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你要怎麼樣上線這樣 那是因為這個工具基本上是 就讓你打幾個指令 就可以做 就可以做部署的東西 它有辦法讓 它有辦法克制化在各個環境下 讓你每天的部署的流程 可以是幾十次 那幾乎是你想做就做 那每一次實際上 安裝出去的機器的速度可以到上線 那有各種非常完善的設定選項 也很容易自己寫一個外掛 就是說 如果你的環境特別奇怪 或是你機器重開的時候 要跑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也可以寫各種外掛去做這樣 簡單帶過 那接下來是一個 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中介型軟體吧 叫做shard.kb 它基本上是一個 key value store 的中介 就是它 它算是一個 後端可以接很多 storage的一個介面 但是它多做一個 consistent hash 加sharding 的一個 一個 一層中介層 那 比如說 主要的目的是說 我們 在某些 我們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會想要 會想要把 會想要用 key value store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把 user相關的資料 或是 session相關的資料 那 存起來 那key 那個key value的時候的key 就是比如說 userID或sessionID 那 value就是跟這個人相關的 一些資料 那 譬如說每次這個人登入的時候 我們就用 我們就lookup key 然後去 去做一些處理之類的 但是這會 這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是session的話 在網路 在你 站的流量 變得很大的時候 基本上 sessionID這個 space就會非常大 就是 如果你每次 每次有一千人 上陣的時候 可能不算什麼 但是如果每次 每次有一百萬人 上陣的時候 這就蠻糟糕的 就算 就算 你寫 binary tree log n 那個 n 是一百萬 這樣 那 所以 通常 通常的解法就是 你做sharing 就是你把一百萬切成八份 或者四份 讓你每一份都比較小 但是 大部分的keyview 是如果自己沒有做sharing 所以 那我們做sharing的方式是 叫做 external shard 就是說 比如說ID是從一到十的 就是這台機器 從十一到二十的就是那台機器 從二十到三十的就是另外一台機器 那 有一個這樣子的中階層 就可以幫助我們去做 有 簡單的切分 這樣 那 因為是有做sharing 所以 要在中階層這一層 就能夠 就要能夠知道 就預測說 這個key 對應得到是哪一個 存在 會存在哪一台機器上面 那 因此 它也必須要做 hash 那可以是 consistent hash 就是 一樣 同一個key就是一定會到 同一台機器 就算你 rehash之後 也是一樣 就是有各種 consistent hash的做法 這樣 那也是做my equation 就是比如說你想換storage 的話 你就可以 用這個中階層 來 從 從 比如說從redis copy到mysego 或是從redis copy到coachdb之類的 有問題嗎 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打包 OK 沒有問題 OK 那 嗯 接下來講一個我自己 在公司裡面寫的 一個CPM模組 叫做hike 那 因為我不太會取名字 所以我就取一些亂七八糟的名字 所以 那 這個 這個是一個pearl的模組 這樣 它的 它基本上是一個http的client 就是pearl裡面大概已經有一打hike 但是 但是 看一看之後 我覺得我還是自己寫一個 這是有很好的理由 這樣 那 它非常有迷你 它大概就是 它已經是文件快比程式碼還要多的狀況這樣 那 因為 文件都是在描述為什麼 只要這樣做 這樣做 這樣做 OK 那 我之前的 在公司 我現在在公司的team是search 那 因為這個職位的關係 我必須要跟 elasticsearch這個軟體打交道 那 elasticsearch本身是一個不錯的軟體 那 但是我發現 大部分的query就是 在 它使用http來作為transport 就是 elasticsearch的模組 你就是跟它送一個http request過去 然後它就會回答你 也是透過http 那 但是如果你稍微略懂一下http 1.1 這個spec 你就發現這個spec真是太可怕了 它什麼 它什麼樣的問題都想解決 就是說 它是一個非常 極多目的 多重假設 就是它必須 它假設 它常常假設 比如說網路狀況不是很好 它也有一些header處理 或是它假設 它假設大家 在下載內容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行別的 比如說文字型別 影像 影片 聲音 各種當然格式 那如果是 比如說影像的話 或是文字的話 因為影像是可以串流的 影片是可以串流的 那影像或是文字 是不太需要串流的 所以它又區分說 對於適合串流的 那個 那個 的內容 它有 partial content 就是你可以下載 一點點 然後 等那個client 快放完的時候 再下載另外一點點 那 因為它基本上 假設 使用 使用 使用的是人類 就是雖然是流覽器開的 但是基本上 最終是一個人類在看 那很多的使用情境 就是假設會有人在看 那 而 而 而產生出來 那這個 甚至 它也有一部分是在琢磨說 網路很擠的時候 有兩千個人同時開 同時瀏覽網頁的時候 怎麼樣 去 這樣大家都有 還不錯的體驗這樣 就是 這是一個 網路通緣選定要 它竟然考慮到 這麼多阿里亞沙拉的東西 那 可是 現在有很多資料庫 其實基本上就是 直接使用HDP介面 而不是自己 而不是自己 刻一個 特殊的副頭 那 那 可是如果你去仔細想想 這個 這個 這個使用情境 就是跟剛剛那個 完全對不起來 就是 比如說 你一個機器去跟Diabase講話的時候 為什麼需要考慮 partial content 就是為什麼只要下載一部分的 我當然是希望我query的資料 是一次全部拿回來 為什麼要一次拿一半回來就好 就 不知道 或者是為什麼要考慮proxy 為什麼我要透過某個proxy 才可以檢查我的Diabase 不太對 或者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需要考慮網路很擠的狀況 就是如果我的App跟Diabase 直接在網路很擠 我應該就加水管了 我 為什麼要考慮 為什麼要在通訊層考慮這樣的狀況 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雖然 寫Diabase 你就開一個HTV 當作機能源 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但是 對於一個 客戶端來說 要實做整個HTV1.1 是非常恐怖的 那 所以 基於這個想法 那我就想說 那 我就根本不要實做這些 跟這些相關的所有Spec 那 那 hack的這個HTV client 就是 大部分的HTV1 規格我都不支援 就是 不能有 不能有Proxy啊 不會有Redirect啊 不能開SSL啊 為什麼自己跟自己的 自己家資料庫連線要開SSL這樣 好 等等等等 那 我發現 這樣子做出來之後 其實 非常 就是 其實它也可以跟 很適合的跟各種 Diabase去 去連線 那 Elasi設計是我當初設立的目標 那 但是 CouchDB MongoDB 也 實際上 測試過是 大致上是OK的 甚至 如果你有一個 簡單的Web設計 那 你發現 你也可以 把它架在 EngineX後面 就是 Reverse Proxy 用Reverse Proxy的部分 架在 EngineX後面 那 EngineX稍微 調拨一下 就可以 跟這個 hack 去 溝通 那 那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要 做 這麼 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 當初在 時速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 當初在時速的時候 就想說 做一個極為迷你 結果發現 這有很不錯的 副作用 就是 這個是某個人 他去量的 benchmark 那 他量了這幾種 Pearl的HTTP Client 那 這是多少個 request 5000個request 那 hack是 效能之中 效能之中最好的 一個 他甚至比用C寫的 curl 還要再快一點點 這個其實讓我滿驚訝的 不過 基本上 基本上 佐證了我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個 你實做那麼多HTTP 根本是浪費時間 那 講到HTTP Client 我看的是 我們公司還有另外一個作品 叫做 Yet Another HV Part 這是一個 這是很不錯的名字 那 在 這是什麼呢 讓我講 他有一個 這是使用他的方法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使用情境 就是 嗯 看不懂 PRO或沒關係 這是 這是呼叫的一個constructor 那 呼叫的時候 把 把 很多hostname 就是很多主機的名字 一起傳進去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說 我一次送 同一個request 給這層台機器 那 等他們回來 等他們任何一個有答案了之後 就 call這個callback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 一個打多格的 那種 的 HTTP Client 那 那 他實際上 是把 HTTP的 整個 通訊的過程 當成是一個State Machine 每一個State的 你會有一個callback 這樣 那 為什麼要寫一個 可以一個打多個的 那個 事務局 不是要發動DDOS 是那個 是 我們 是 我們 我們 內部其實有蠻多service 是 有sharded 就是把 資料切開的 就是把 一個很大份的資料 切成很多個 那 在 這種狀況之下 你常常會發 發現說 欸 你要query 你的query pattern 不是在 你的key不是 並不是跟那個storage的key一樣 就變成說 你要做一些事情 那需要做 基本上是做 Full Table Scan 就是全部的資料 都要看一遍 但是你有 八海 server 要去 去看 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需要 your client 每一台serve 都跑去看一遍 那 當然 這時候最省事的方式 就是 八個一起看 然後 八個一起回來 這樣 可以理解嗎 那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 怎麼講呢 也是 去想辦法把效能擠出來的 一個方式 ok ok 好 那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專案 就是之前講到的Graphite Graphite Graphite是一個 我忘了放個Screenshot 不過沒關係 Graphite是一個 剛才講過是一個儲存時間序列的一個 資料庫 那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資料庫來看看你的 比如說 CPU的負載率啊 或者是 硬碟 這個時候用了多少 那 但是 那 Graphite這個整個系統 從前端到後端 全部都是Python 它實際上的Database模組叫做Whisper 好像格式叫做 好像格式叫做Whisper 或者是 格式叫做Carb 我不太記得 那 但是它的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格式 它是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 時間序列就是一個檔案 然後那個檔案裡面 是包含 所有的資料 就是它一開始會把 它一開始會把 它一開始會把 所有 所有需要的大小 全部先佔好 這樣 那 所以 那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格式 基本上 基本上它的 基本上它的 就是 你在設計檔案格式的時候 你要不就是 你只能設計成讀取很快 或者是寫入很快 你沒有辦法是設計出一個 讀很快寫很快 那 就是 那 就是 通常寫入 通常 如果寫入是抗生態的話 讀取就是LOGN之類的 這樣子 那 那 那 因為 一些 規模化的 主要是因為規模化的問題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 像剛才各位看到900個 900個員工 那如果900個員工同時開 大部分的人都會在browser上開 5個table 是看Graphy 就是看那些線圖這樣 就好像 就當作有900個員同時在看股票 那他們就會一直摸fresh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 很多機器的硬碟開始哀嚎 那我們已經把 我們已經把 那個cluster 16台機器全部都換成SSD 然後加上 196機刃之類之類的 那絕對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只剩五分鐘了是不是 哇塞 那 那接下來的辦法就是 那我們就把Graphy改寫 那這個是用 GoLin Go去改寫 Graphy的Storage的部分 那使得它在讀寫 文字資料的時候 全部都是在跑Go 那Go的好處就是它的 它的threading model 比 比 Python 的好 就是Python會有個Giant Locks 那所以 呃 比較能夠把CPU資源擠出來 那 也因此可以加強 讀取的效率 那 基本上就是開很多的Storage 一起讀的意思 那規模化的話 也是由CarbonZipper來解決 就是CarbonZipper 就是 跟剛剛一樣的概念 它是一次可以讀取很多 台Graphy的 資料 然後做核變這樣 我跳過一些東西 那Debugger是一個 OK 這個比較有意思 我講這個 那 知道Profiling是什麼概念的 可以 不是很多人 那 那我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Profiling是 你在 看 你在看你的程式的時候 呃 呃 我想要知道我程式跑得怎麼樣 那 我就有一個特殊 好像有一個特殊 Compiler 一樣的感覺 它會計算你每一個Statement 跑了多少時間 那 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你程式在跑的當下 它就去不斷地計時說 你這個Statement 現在花了多久 這次花了多久 這次花了多久 所以總共跑了幾次 總共花了多久 平均花了多久 它可以算給你看 但是通常這種 特殊的 被Compiler過 的時候 就是效能 會有很明顯的效能 的Penalty 就是 負擔這樣子 因為 要一直在那邊計時 那 計時就是System Call 是要花時間 那 所以通常會有 比如說至少一百倍以上的Slow Down 就是會至少慢個一百倍之類的 那 那 但是如果你有Profiling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程式 哪邊快哪邊慢 那 所以 我們想要做Profiling 但是我們沒辦法 一直做 我們想要對Production Code 做Profiling 但是我們沒辦法一直做 所以我們只好用一個統計的方式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讓 每個Statement 有百分之一的機會 被追蹤 那 只要我們這個 code被重複 讓很多很多次之後 那 全部加起來的結果 就會是對的 那 那 那 這個適用也有很多情況 像Web Request 或是Chrome Job 就是 基本上是同一段程式 但是它 同一段程式 會被執行很多很多很多次 那 只要在 執行很多次之後 那 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在統計上正確 那 也就可以 用來推斷說 這個實際上 的code 花的時間大概是怎麼樣 那 那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是有用這個 在做 producing code 就是有某一些Web Request 會 會安插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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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ler 讓它在 所以讓它 讓我們可以 大致上知道說 這個東西的快慢 這樣 OK 那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是一個旅館 旅遊業 要沒事要寫這麼多東西 那其實 只是 只是因為說 因為Software Design 其實就是一個 不斷妥協的過程這樣 你要不就是 很花時間 你要不就是很花空間 沒辦法 兩個都很好 那 所以 那現在 現在大家的 那個 一般的App Logic 實際上有商業邏輯 在你整個的軟硬體Stack 就是幾小皮部分這樣 那 有很多 中間有很多間接層 就是你因為 你要deploy方便 然後所以你發明了Container Docker 那雖然有明顯的好處 但是你也廠住了一些 複雜度之類之類 那 這邊有一句很好玩的話 就是說 如果 規矩的是寫久 可能可以發現說 大部分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包一層 Wrapper 然後去加一層間接層 這樣 但是 這通常會帶來一個新問題 那 一個比較好玩的解決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 雖然 加入間接層 可以解決各種問題 但是 間接層太多這個問題 它沒辦法解決 所以 我們 公司 在我們公司常常做這個方式 就是去找出這些 間接啊 抽象層 去把它打 這樣 這樣 那 那 我今天大概就知道了 然後這邊就是分享一下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講得很能贊助 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打破的 嘿 來 79S 大大 那個 Pro不是有JIT的那個 Author嗎 他們有寫那個JIT Experiments 然後他們好像也是在 在Booking.com對不對 對 那 你們現在有在做 PURL JIT相關的東西嗎 那個 那個 那個在 我 那是 呃 那個並不是一個主力發展的一個 一個branch 但是JIT的 我們有用 呃 Steven跟Raphael 他們有用 呃 就是有一個LIP JIT 呃 他們是想嘗試 把LIP JIT接到PURL 那 大概就是 我們每個月會辦一些黑客蟲 兩天的黑客蟲 每個月辦一些黑客蟲 每個月辦一些黑客蟲 那他們就是在 利用每個月兩天的時間 去 去把他們接起來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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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要拿手 有嗎 好 看 欸 欸 來 呃 呃 剛剛有聽到 在前半段的時候有提到 就是你們 基本上一個team就像是一個startup 嘛 那你們通常怎麼樣情況下 要把它裁成一個team 裁成一個服務在做 對 通常是 通常 呃 這個發生的狀況 比較 通常是 呃 原本舊的team member自己提出來 就是比如說 我覺得 我看到一個新的需求 我就去提 我就去跟我的老闆提 我的老闆通常是我的team lead 或者是 senior team lead 去提說 我看到一個新的需求 比如說 新的需求 比如說 我們必須要做 好 比較好的hotel name search 搜尋泰藍 之類的 我們應該要有個專門的team 那你就跟他說明 為什麼要這樣 要這樣 呃 是一個比較鬆散的過程 但是 但是也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呃 請處理 還有沒有問題 欸 第一隻 這邊幫工程師問一下 請問那個 英文能力 level要多好 可以到booking.com上班 英文能力要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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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說 剛剛秀的那個900人裡面 嗯 50%以上 是 不是 嗯 也不是那個 母語就是母英文的 母 因為這是一間歐洲公司這樣 那 那 你只要去 一個小時你就知道 那個歐洲人的英文 也都是不怎麼樣 真的 然後 嗯 英國人 美國人 澳洲人 澳洲人這三個地方是蠻多的 就是 這幾個地方就是母語就是英文 但是 呃 但是你 怎麼講 你跟一個英文很好的人講話 你的英文很爛沒有關係 因為他聽得懂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但是 那如果這兩個英文很爛的講話 那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用很簡單很簡單的 英文在講 他們就不會用GIE幹子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所以所以所以我個人是覺得不用拍啊 只要 只要你那個 怎麼說 你有 想要表達清楚的意念就可以 再 不會看 也沒有人在看GIE幹子 還有沒有問題 反正 反正 反正就是 多問一點就晚點吃飯嘛 那我有朋友在看歐洲的工作 那他看到PD上文章 他很擔心就是 舉家簽過去 日子過不下去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是 呃 你們 你們會 你們會說 派展工程師嗎 謝謝 派展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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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是 幫你 幫你 開個貨櫃之類的 這種搬家方式 那當然也有金錢上的補助 那 全家過過去的有 有一個 有這樣的例子 就是 不是只有小孩過去的 爸媽也過去的 有這樣的例子 這樣 那小孩過去的 絕大的過程都是 小孩也過去的 那 派展工程師有沒有 那當然是有 那我們 我們以前 好像2012年以前的那個 那個 應徵的那個 job title 要求就是 pearl developer 後來發現這樣找不到人 就把那個pearl去掉 就變成 sofer developer 那 那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想要找 那種 願意學啊 然後 資質還不錯的 然後有 可能想要來跳進油頁 想要知道這個怎麼弄的啊 或者是想要來 玩玩 我們 想要來看看我們的 系統架構等等 之類之類的 那所以 所以並不是說 不是pearl配型的 就不收這樣 什麼配型的我們都收 目前收最多的其實是Java 因為Java 跟滿地都是這樣 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下意思 不好意思 有一個跟這 專業技術沒有關係的問題 請問一下那個 在booking.com上班 訂旅館有沒有打折 有 有 有 這個是員工福利 就是一年有 今年好像是1000歐的 quota 就是你去 然後你可以有 15%折扣 用到1000歐用完 所以沒有 還有誰要進軍 訂房業的 不好意思 所以你們是interview Java Developer 進來然後說其實我們是寫pearl 然後就叫他們學pearl 沒錯沒錯 沒錯 一開始就是了 對方也是知道 來這邊是要 實際上會用pearl 但是有人也是在公司裡面 寫Java 就是 那個社學安全社會就是Java 就是Java 包裹是一場 所以他也是就是 不寫 不寫pearl的 也有 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滿混合的狀況 只是 只是 你多多少 你就是 這個codebase 有幾十萬行pearl 你不碰到都不行 這樣 請問那個pearl pearl 他寫起來比較鬆散 那teamwork 要怎麼處理 在teamwork 他怎樣跟大家一起 團隊合作 這樣 然後teamwork怎麼處理 這是很好的問題 我們的teamwork的處理方式 就是靠嘴巴講 就是說 基本上並不是說這個class你寫那個class我寫 而是說 你想要做這一個feature 這件事情 所有相關的東西都要碰 如果你碰到別人的東西的話 你commit碰到別人的東西 那通常是 如果你把別人的東西搞壞掉 別人會很明顯就會發現 這樣 所以是一個 也是一個滿鬆斬的模式 就是 如果你把別人的東西搞壞掉 自然會有人通知你 或是 別人把你的東西搞壞掉 你自然就會發現 所以 所以 基本上這個 從剛剛 從剛剛秀出來 就是說 請大家記錄就是 從1996年 就留下來的pearl code 這一次 你不用期待那個 結構會好玩到哪裡去 荔枝有問題 來 再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在 阿姆斯特丹上班 有沒有遇到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最困難的地方 你說上班本身嗎 上班或是生活 最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可能是 比如說 大家 比如說去 下班之後